根据统计数据,超过8800万美国成年人患有前期糖尿病,而其中90%的人并不知道自己患有这种病。 然而,如果不及时诊断和治疗,前期糖尿病可能最终发展为全面的糖尿病,这之间存在着健康和生活质量的巨大差异。 前期糖尿病是指血糖水平高于正常范围,但不足以被诊断为糖尿病的状况。 它可以分为两种类型,空腹血糖水平在100-125毫克每分升之间的糖耐量受损, 以及糖化血红蛋白水平在5.7%-6.4%之间的空腹血糖受损。 现在让我们来了解前期糖尿病的前12个症状。 一是血糖水平的升高,正常的血糖水平空腹是3.9%-6.0%,糖尿病前期的空腹血糖在6.0%以上到7.0%之间。 餐后两小时血糖在7.8%-11.1%之间,这个血糖水平就是糖尿病前期。 二是疲劳。糖尿病患者由于摄入到体内的能量不能够很好地被分解利用, 因此在血糖升高的早期,人体时常会有乏累的感觉。 三是伤口愈合缓慢。 当血糖升高时,会影响患者的伤口愈合速度, 发生愈合不良或者不愈合的情况。 四是情绪波动。 血糖升高会影响神经系统,导致情绪波动, 如易怒、焦虑、抑郁等。 五是饥饿。 当体内胰岛素的功能会出现异常, 导致食物中的葡萄糖不能被人体吸收利用, 往往会产生饥饿感。 六是频繁小便。 身体血糖升高,但糖的转化代谢很低, 使得更多的糖被排出到尿液中, 从而使人体排尿次数增多。 七是过度口渴。 由于体内血糖升高,患者的渗透压出现异常, 所以糖尿病患者早期会出现明显的口渴症状, 大量饮水难以缓解。 八是手脚麻木和刺痛。 这是因为血糖浓度升高后, 可能会出现轻度神经损伤, 引起双脚麻木。 九是消化问题。 由于糖代谢和质代谢发生稳断, 再加上自主神经病变, 不合理的饮食结构等, 就会诱发一系列消化道并发症, 增加肠胃不适。 十是皮肤问题。 血糖过高或者波动过大, 都会诱发植物神经病变, 影响汗腺分泌, 使汗腺分泌功能稳断, 从而引起皮肤干燥、臊痒。 十一是视力模糊。 糖尿病的早期时, 葡萄糖会在人的眼部积蓄, 暂时改变晶体形状, 导致晶体不能很好地聚焦, 出现事物模糊的情况。 十二是肾损伤, 是由于血糖得不到良好的控制, 会出现微血管并发症, 出现肾脏结构和功能的损伤。 这些症状可能是前期糖尿病的警示信号, 意味着你的身体可能存在潜在的健康风险。 前期糖尿病如果不加以重视和及时处理, 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并发症, 如神经损伤、肾脏疾病、 心脏病、中风和失明等。 现在让我们揭示逆转前期糖尿病的七个步骤。 首先是切掉添加糖和糖替代品, 然后是获得正确的营养, 包括膳食纤维、 Omega-3脂肪酸等。 接下来是经常锻炼, 获得足够的优质睡眠, 以及其他的健康生活习惯。 这些步骤可以帮助降低血糖水平, 减轻体重和改善整体健康。 请记住, 早期诊断和治疗前期糖尿病非常重要。 如果你注意到自己有这些症状, 或者有家人、朋友可能患有前期糖尿病, 请及时咨询医生。 通过采取适当的措施, 你可以降低糖尿病发展的风险。 并提高生活质量。 希望本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。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, 请分享给你的新朋好友,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, 以获取更多健康相关的内容。